好 久安仲持续为您来追踪这个新北市三重的警员呢 在执行的时候被独驾的男子开车冲撞身亡的这一起事故 而少早他的遗体呢 一点半的时候在马街医院已经相宴完毕了 林车已经出发 那出发的时候呢 会经过他生前所就职的这个厚德派出所 那现在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呢 就是厚德派出所的所长带领着他的其他同仁呢 在门口的马路边站成一排 要对他致敬哀悼哦 那林车一经过的时候 由所长带领对这个训职的远警喊话说 任务结束一路好走 林车也在路边呢 停留了约十秒钟左右 而所长呢跟同仁呢接连的喊话 那或许是训职的远警 不舍得同仁为他流眼泪 所长一喊还话之后呢 竟然就突然下起了大雨 而且雨势还不少哦 让整个的场面显得更加的悲伤 那更就了解呢 这一名训职的远警呢 他是警战33期毕业的 今年28岁 从警已经是第8年了 在后的派出所的表现 其实都还蛮亮眼的 曾破获不少的窃盗案啊 以及这个公共危险性骚扰案等等的 在这个派出所呢 人员也是不错的 而其实呢 他四年前才刚结婚生子而已 小朋友其实也才四岁 那稍早相应的时候呢 他的太太也抱着四岁的小孩 疑似呢 是小朋友想要找爸爸 甚至呢 整个过程都不断的大哭 那目前警局呢 也在协助他后续的 相关的伤脏事宜 至于这个训职的远警 他放在派出所内的 相关的物品 所长呢 也会跟同仁一起整理 把他整理好 归还给家属 要好好的送他最后一程 再把时间交换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